我叫赵可 今年35岁 来自于湖南省少阳市 我10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 考入了武汉音乐学院附中 我当时是班里最小的孩子 所以班里其他的孩子会欺负我 我会一个人在学校的浴室里边唱歌 因为只有在那唱歌的时候 我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 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了爵士音乐 我觉得它的旋律实在是太美了 每天从睁开眼睛那一刻 我就开始唱歌 走路我也唱 洗澡我也唱 吃饭我也唱 甚至坐在马桶上我也唱 当时跟我住在一块的室友都跟我说 赵可你能闭嘴吗 别唱了 来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用心 用灵魂去演唱爵士的人 请大家记住我 我是赵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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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比较 你的嘴唇 你不带 我也要相遇看救 绝不 绝不会醒 我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 我要你的爱 为什么不再过来 我 我要 我要你 我要你 我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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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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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再过来 我 我要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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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的爱 你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肯说 我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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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你 我要你 35块36了 我听了35块 是往音乐的都这么年轻啊 我湖南少阳人 你以前就是学音乐的 对 小时候是跟我爸的学 然后十岁的时候去了武汉音乐学院福中 学双簧管和钢琴 后来16岁来了上海音乐学院学作曲 你16岁进了上海音乐学院是吗 对 那你是少年天才了 16岁进本课 对哦 对 上海音乐学院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学生 你跟音乐有很多的接触吗 我的意思是说表演或者是这样子的经验 对有人轰过我下场的也有 我很想了解你唱什么歌被红下台 因为就是看 开始我在唱的时候 有很多人生即兴演唱的这些 没有歌词的 然后有人就说 你忘歌词了吧 赶快下去吧 对啊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会选爵士 因为这个在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是 比较少人去选的 我们很少碰这一类 你觉得很寂寂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我的梦想就是 给自己找一个更大的舞台 然后做属于中国的真正的中国爵士乐 然后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 接受并听懂喜欢爵士乐 谢谢 说老实话 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你要让大家接受 要做协调 不能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最棒 所以我要唱这个你们不懂 谢谢 我也是真想 今天我觉得特可喜 在中国越来越有多年轻人 喜欢这样的音乐 而且在为这种音乐做努力 这是个好现象 我希望你在我的团队里 我大概会帮助你 把这条路线理清楚 咱们一步一步的来 谢谢你 好了 你要做决定的时间到了 你就闭眼睛选吧 实话是说 我今天确实是冲着 哈林大哥来的 所以如果刘老师您不介意的话 他不介意 他不介意 来 我的爵士朋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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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我要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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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于成庆如愿以偿 为自己的团队争得一个獨特的声音 现在四位导师都仅剩一个名额 谁会成为今晚第一个满园的导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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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